不要笑的声音太大 免得把隔壁吵醒了 指的就是这种相关效应 这个真是 咱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枝水 会软酒精 年份暖江 与景共酒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高效节能 水电分离 水温恒定 格力空气能 非一般的热水器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当然这个事儿啊 我觉得老是有这种感触 就是说你像这种 十五岁的孩子跳楼了 十八岁的儿子这个跳楼了 当然就说 我有时候就想跟这个小孩们 就说 当然咱这节目小孩们也不看 是吧 可是真的是太自私了 你知道吗 就是前一阵我还看一新闻 四个小女孩 四个小女孩 为了证明彼此的友情 你是不是好姐妹 药店也是 怎么能让小女孩买130片安眠药 都自杀 幸亏最后都救活了 可是就说这种 你就完全 就是你这个父母亲 你的家人 你这么死了 你这个太自私了 我就我始终觉得甭管说你 咱们所以 我是为了给大家看一段 这个教大家别跳楼的一个短片 啊 我觉得这片子做的有个逻辑错误 他看到了阎罗几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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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想珍惜生命晚了 对他他这个片令我有个感觉哈 我记得听过一个说法哈 你说自杀的人很自私吗 其实他们自杀的时候想的不是自私 他们感觉到自杀的选择自杀的时候 是他们最充满力量的时候 对 为什么呢 比方说刚才看那个片哈 最后那句话是什么 说你们不要自杀 当你们想自杀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什么家人啊 父母亲多相亲吗 有部分的自杀的人 觉得我就是要他们相亲 我无路可逃了 我没有其他力量 比方说我被同学欺负了 我被父母欺负了 感觉哈被老师欺负了 唯一选择是说我自杀之后 让他们累就让他们难过 让他们相信 那是前手未有的 他们感觉充满的力量 当然必须说那是一种误解哈 他们而且特别啊自杀的 可能是年龄上面比较弱势哈 或说在学校在很多环境里面 他们是弱者嘛 他们真的在他们眼光里面 找不到其他的 还手的 还齐的管道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你越提醒他 你死掉之后 你家人很相信 我完全赞成 他们越想去这样做 我完全赞成 为什么我不是很赞同 常常劝一些想自杀人说 你别那么自私啊 这种想法 他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呢 就是认为一个人 是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 现在叫你别自私 叫你想想看你爱的人 他们多难过多伤心 是想用这些社会网络 这种种的关系网住你 不让你摔出去 可是呢 比如说像读社会学 一定知道 土耳干自杀论里面 他固然有说 这个社群的这种力量 能够使得一些自杀不容易发生 但是这种社群的密度太高 也同样会造成自杀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像最近大家都在谈的 日本的这个社会 他们就是个密度很高的一个社会 他们那么守秩序 那么规矩 平常每一个人做任何事 都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别人怎么想我 我对别人千万不能惹麻烦 但是这个是个自杀率非常高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有时你要想 一个人他恰恰就是觉得太舒服了 家人压力太大了 社会周边看着他的眼睛太多了 他才越想走啊 我看过一些这个书 我知道这个自杀呀 是个哲学问题 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讲 都很难对他评价 那么历史上也有一些著名的自杀 对吧 这个都很难说 但是要照你们这样讲 就是啊 就是要不说 我觉得佛教最牛的 人生是苦 这个苦极灭道嘛 第一个真谛 他就是苦 有些个处境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 有些个痛苦是必然承受的 对吧 你简直 你比如说这个就行格示尽 这个人不死 简直不可能 好 但是他一死 多少人又要为他的死 承受着承受不了的 这种难过 所以我觉得你要活着 你就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就是你就得按照佛说的 首先人生是苦啊 它本质就是一个苦嘛 可是人家经常被鼓励追求快乐嘛 特别像年轻人自杀 他不会想到说 人生是苦这东西 他可能从出生那一秒钟开始 父母亲的宠爱 万千宠爱在一生 他这些要追求快乐快乐 他怎么会想到啊 突然我又面对人生是苦这个道理了 就像我可以做个见证嘛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自杀 想到学校也是被父亲的 父亲压迫 没有压迫了 误会 比如说有些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我姐姐挨骂了 怎么我挨骂了 分而自杀 当时想的就是说 我死给你看 死了你就难过了 死了是我对你最好的环击 那结果也当然幸好我选错了自杀的方法嘛 我选择上吊 而且就跑进厕所用卫生纸来上吊 对一点点就已经 就是个不想死的一个死法 没想到那时候没人教我 幸好没人教我 就死不去 后来慢慢活过了 那时候13岁 过了30岁还不懂什么是苦 过了40岁还不懂 直到过了40多岁 特别看到文涛的时候才知道 什么叫苦 什么是绝望 那每次碰到他他都会说 苦啊 嘉惠博士我苦 没错 所以呢 我倒觉得我还不得忧郁症 因为呢 我已经预知 就是我已经打了这个底了 活着就是受罪来的 那我整天觉得在想福啊 你这样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破镜三百六十年 分隔两岸的元代皇宫望 富春山居图真迹 将与今年六月 一元合璧之梦 凤凰卫视十五周年轻易推动 浙江省博物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携手 山水合璧 两岸富春山居图连展 六月敬请期待 一百年前 人类发明了味精 二十年前 泰泰乐创造了鸡精 今天泰泰乐创造仙上加仙 加一点鸡精 加一点酥脂仙 加一点鸡汁 味道好极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灭苦解脱 但是我能够就说有所分享的 就是为了很多 我就觉得受了很沉重痛苦的人 就是我当年在我自己最痛苦的时候 我曾经看到一段话对我有一点作用 所以我想让他们打字幕 你们可能觉得有点学生腔 但是总算是当年我觉得帮过我的这么一段话 我也送给那些在受苦的人 那么看看这段话 在这个可悲的世界里 哀伤降临在所有人身上 它伴随着极度的痛苦而来 除非时间消灭了一切 要得到完全的慰藉 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却是一项错误 你当然可以再度快乐起来 请了解这点 这一真正的事实 可以让你目前不再那么痛苦 这是我饱经忧患的肺腑之言 亚伯拉罕林肯 本来很快乐的 太沉重了 听完还真的感觉苦 好沉重 人你看啊 人总是想欢笑 做节目啊什么的 大家都是不是开心 可是实际上啊 人的这个底啊 是苦的 对啊 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 苦了出现的方法太多了 就算你以为你很开心的时候 你也其实也在受苦 是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常常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些人去玩去旅行 觉得好快乐 但是他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稳 说不出来在什么地方 除非很仔细才观察得到 那种不安稳可能表现为 就是说 哎呀这个假期快结束了 哎呀回去又要怎么样了 就等于像你刚才讲 在性高潮之后 很快一种虚无感就出现了 没错 那么种种这种细细为为的不满足 不安定 对现在的快乐的不完全不肯定 嗯 这也是一种苦 照人家这个佛教的讲法啊 就是你人类说的这种快乐 其实只是一个痛苦状态的暂时减缓 你就觉得乐了 你比如说你就说这个什么性高潮啊 你看实际你是忍得很辛苦 是吧 到最后突然间不用忍了 你你实际上是这个难受的劲啊 突然解释放了 哎 你你觉得你以为这就是乐 太这么可怜了 那我就听起来 我感觉我真是太太太悲剧了 太绝望了 我刚听文道说 还有李说 那性高潮之后 我的感觉空虚啊 往往是性高潮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